打开好奇心缺口 标题的写法 信息泛滥的时代 以则文案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时间只有短短几秒 而在这短短几秒钟时间里 如大卫奥格威所说 阅读标题的人数是阅读正文人数的5倍 除非你的标题能够帮助你出售自己的产品 否则你就浪费了90%的金钱 所以要将产品最吸引人之处 也就是消费者最关注的内容 体现在广告标题中 体现在最明显的地方 好的标题是一个吸引消费者注意力 并让人顺势阅读的好奇心缺口 好奇心缺口这个说法 来自美国卡内基梅农大学行为经济学家 乔治·洛温斯坦 他认为当我们觉得自己的知识出现缺口时 好奇心就产生了 有缺口就会有痛苦 当你想知道一件事却不知道的时候 就好像身上很痒 总像伸手去脑一样 要解除这种痛苦 就得填满缺口 每个人的认知和见闻都有缺口 但并非人人都能意识到 所以 一则文案的标题 应该具备这样的功能 先让读者意识到缺口的存在 也就是说 要让读者意识到 他们需要知道些什么 让他先感到痒 他才会去脑痒 据文案而言 最有效的是那些向读者承诺了利益的标题 每声游让车跑得更快 免受粉刺之苦 类似的表达永远最吸引消费者继续阅读 尤其是那些有实际需求的消费者 这类标题可以参考公式来写 怎么做 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比如这则受到奥格威圣战的痔疮药广告 给我们寄钱来 我们给您治痔疮 要不就留着您的钱 也留着您的痔疮 要明确地将用户想要的结果 提念在标题上 不要将你的卖点血藏起来 比较这两则标题 显为人知的交易秘密武器 显为人知的交易秘密武器 让您获利翻五倍以上 明确给出实际的好处 更吸引阅读 再如 便宜便捷的在线课程 如何通过在线学习 省下九成培训费 与其说便宜 不如直接说能够帮助消费者省下多少钱 最好将卖点提念得更具体一些 如果针对的是少数群体 标题中就要出现针对这些群体的语言 比如 学会这些英文单词 你就可以在广告圈混了 如果是针对某一个地区 出现具体的地名 更能引发读者兴趣 要细节 要具体 在标题中加入急迫感也是一种方法 比较这两句文案 使用 什么什么 在家工作赚 近十万美元 使用 什么什么 今年在家工作 赚近十万美元 在标题中加入时间 这一限定元素 显得更为急迫 更能吸引阅读者 行动和阅读 在合适的情况下 标题中最好直接给出品牌名称 否则 80%不看正文的读者 即使认真看完标题 也没有对品牌留下印象 要打开读者的好奇心缺口 不妨试着像写新闻那样写标题 要使用这样的词语 令人惊异的 强烈推荐 现在 忽然 不要小看这些词 它能够直接刺激人们的神经 激发兴趣 看看这些标题 Instagram 八大惊人 最新统计 最大化地发挥了图片社交网络的作用 任务清单的惊人历史 和如何做出切实可信的清单 推着话题标签的惊人历史 和四种充分利用标签的方式 来自TK的调查显示 在标题中 使用惊人这个词的文章 和没有使用这个词的文章比起来 在社交网络上的阅读量 和转发量大大增加 为什么这类词语这么强大 据广告人格雷格里·伯恩斯的说法 这意味着我们的大脑 觉得突如其来的惊喜 更有价值 这跟人们说自己喜欢什么 没有太大的关系 大脑喜欢出人意料的内容 未知的事情 往往比已知的事情 更能刺激我们的神经 即使你对事情本身并不感兴趣 也会因此多停留一会儿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八卦心理 假如产品有新闻可以发布 比如新产品上市 产品的新用途 或者企业的新的动向 别藏在证文里说 直接在标题里说出来 新闻是写法的意思不仅是新 还在于出人意料 令人惊讶 斯坦福商学院教授 吉普西斯和企业教育顾问 丹西斯研究 让创意更具有粘性的六大原则 其中之一就是利用 令人惊讶这个元素 这里有两个因素在其作用 令人惊讶的是 一开始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感兴趣的是 帮你留住读者 在标题里制造 惊讶和意外 有几种方法 利用逆向思维 这是一则啤酒文案的标题 敬酒令 这是一则房地产广告文案标题 我喜欢挑剔的买房人 足够让人意外 引发好奇心 另一种方法是 打破常规语言形式 比如 圣诞节到了 给玩具一个孩子吧 故意设置迷雾的文案标题 也会引人注目 因为意外和惊讶 会动摇人的注意力 比如 五分钟后 本广告就失效 反用俗语 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 和心理预期 比如 认真 你就赢了 原本的说法是 认真 你就输了 知乎的这句文案 反用俗语 不仅制造出意外的效果 而且与品牌内涵匹配 很容易让人产生认同感 耐克的做法也是一样 要做就做 出头鸟 巧面画用 枪打出头鸟 这句俗语 与网球明星 李娜的故事融合 圣赞李娜 不怕做出 出头鸟的精神 而且这种精神 和耐克 Just Do It的品牌内涵 不谋而合 在吸引读者 注意力之后 还能引发共鸣 留住读者 还有一种方法是 学会嫁接符号 符号通常包括 地标 名人 每天常见的事物 标题里融入这些元素 不仅更容易得到 读者的好感 而且当它 帮你传播的时候 也更容易脱口而出 创作公式 事情加符号 关键在于 事情和符号之间的 联想路径足够远 这样才能够出人意料 比较这两个标题 固安星辰 南三环 正南 20公里 固安星辰 天安门 正南 50公里 好一句 搭载天安门 这个符号 明显比前一句的 南三环 更令人意外 而且这个符号 更有标志性 更好传播 好奇心 还可以通过 戏剧化的效果来引出 比如通过在文字中 展现正反对比来呈现 心领冰箱 今年夏天 最冷的热门新闻 某照相机 瞬间的永恒 一期大众 反简 自有文章 李光复印机 We need Others copy 佳能打印机 Impossible Made Possible 建立是黑啤酒 怕黑 那不是白白的活着吗 香港 应食餐厅 Hard Rock 只有一条穿衣规则 请勿遵循规则 Land Rover Discovery 叫车 不受任何左右 忠于自己感受 根据年著理论 令人惊讶 这是吸引目光的第一步 感兴趣的是 才能真正留住读者 所以 尽管在标题中 制造意外 很重要 但千万不要 为了让人感到意外而意外 要针对消费者心理诉求 否则 哪怕让你惊掉下巴 如果没有让人联想到产品 那也是失败 你还可以尝试起一个暴力的标题 通常情况下 在标题中使用消极 阴暗 或有侵略性的词语 文案被分享的词数会更多 因为人们的大脑 对这样的词语反应更强烈 在证文内容基本相同的前提下 比较一下这三个标题 甲骨文公司采取措施扼杀 开源数据库 甲骨文在与IBM数据库的竞争中 血流不止 对甲骨文来说 重要的是机器 不是在新世界中做白日吗 你觉得哪一篇更容易引发阅读 和分享行为呢 以下是XKP的实际调查结果 第三篇文章的分享次数 不及前两篇文章的三分之一 原因很简单 前两个标题中 分别使用了扼杀 血流不止 这样激烈的词 来看松下定冰箱的一则常文案 连续三天 早上打开冰箱 里面竟然空无一物 祖恩从超市买回来的一大堆零食 也都不一而非了 只剩散乱一粒的包装纸 他开始怀疑 有附近的流浪汉闯入家中 但他没有报警 只是买了更多的食物 睡前人把冰箱重收封锁 这下该万无一失了 不料隔天发现 又被洗劫一空 他不仅怀疑冰箱监守自盗 偷吃他的食物 不过这个可能性 他很快就排除了 就算他拔掉冰箱的电源 同样的事故照样发生 第七天他决定报警 警察在他家上装上摄像机 终于抓到偷吃食物的窃贼 就是他自己 他每天晚上梦游到冰箱前 狼吞虎咽的吃光食物 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床上 继续他的美梦 接受治疗时 心理医生告诉他 应该感谢冰箱 你的冰箱在夜里 静静地填补了 你白天的空虚和不满 这个故事 看出一篇微型悬疑小说 角度独特 令人拍案 但首先 他敢感谢自己 拥有一个好标题 正是这个标题 吸引了无数人 继续阅读正文 这次文案的标题是 电冰箱 再袭击 袭击 电冰箱 为什么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了 当你脑子里 产生这些疑问时 就明白 这个标题的妙处了 这些都是能够引发 人们强烈情绪 和好奇心的暴力 是文案标题 为什么有的食物 会在你的肚子里爆炸 注意 有些权类美容师 将套索绑到了 你家宠物的脖子上 你能否保证 自己的孩子 不遭遇绑架 你的家 是一个可怕的 藏无纳垢之地 试着你一个 以问号受为的标题 比较这两个标题 日本沐浴套装 久折优惠 为什么日本女性 拥有美丽肌肤 哪种更能吸引你 继续阅读 中华记者的一则文案写道 事实上 经过多年努力 你已经是精神睿智的 社会精英 事实上 经过多年努力 您的事业成就 深受肯定 事实上 经过多年努力 您有充分的能力 享受值得的一切 但是 您却忽略了一份 自己应有的殊荣 3月5日 中华汽车 请您犒劳自己 文案算是中规中矩 出彩的是这篇文案的标题 您对得起自己吗 提问往往是问题的关键 以问号受为的标题 往往更具有沟通力 因为你是面对读者 提出了问题 这相当于直接和读者对话 二人在受到探问时 会不自觉地启动思考 当然 提问也应该找到一个好的角度 别出心裁 要么像上文一样 诉诸情感 要么诉诸幽默感 比如一则治疗脱发的羊毛之 文案的标题 你见过不长毛的羊吗 要么 你还可以将两种 不相干的事物 组合在一起发问 比如 吃饺子 怎么会咬到脚趾 这个标题提出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问题 引发读者的好奇心 接下来再给出答案 以一个有趣的故事 将饺子好吃的卖点 融入其中 让读者自然而然地 完成了阅读过程 假如这个标题换成 吃饺子 怎么会咬到舌头 这样一来 就失去了趣味性和独特性 问一个人人都猜得到答案的问题 不如不问 问句标题 还可以使用反问句式 述诸恐惧 达到让人悚然而惊的效果 比如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街头的 交通安全广告语 是这样的 你打算怎样 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 开车活到80岁 还是相反 试想 这句广告语 如果直接说限速40公里 表达效果 就弱了很多 再入某宝 玉 古宝的广告标题 如果登上海拔 4500米的高原 你的骨头 能撑多久 通常情况下 由于高原反应的存在 人们去海拔较高的地方 都心存一份担忧 这个问句将骨头 和高原联系起来 很容易激发人们 对于身体健康的恐惧心理 多用数字 更容易在大脑中 设置缺孔 比如这两则文案 法国威士气酒 全世界的人都说 这是家里最好的威士气 有85个国家的人说 这是家里最好的威士气 数字让人印象更深刻 你不会去调查 是否真有85个国家 但你会本能地理解数字 并且信任数字本身 带来的精确感 再比较这则 公益广告的两种写法 我未成年 我不抽烟 我17岁 我不抽烟 未成年和17岁 这两种说法 在人们脑海中 调动的记忆是不一样的 前者是更普遍的共同记忆 后者的记忆 则更个人化 形象化 更鲜明可感 你甚至会因为 而想到一个你认识的 17岁少年或女孩 因此 这两则文案 带来的情感影响力 也并不相同 在标题中 使用阿拉伯数字 比使用汉字表达的 数字效果更好 比较这两则文案 100多年前 七名发明者 125年 汽车发明者 同样是数字 后者更容易让人记忆 另外 可以尝试使用 这样的创作公式 数字对比 加已经发生的结果 比如说你减肥成功 标题可以这么写 从120斤到90斤 说好文案和差文案的区别 标题写成这样更好 月薪3000和月薪3万文案的区别 还有一个要点 在标题中 使用较高的数值 通常比使用较小的数值 更引人注目 比较下面这些文案 清洁产品 本车可在4个人 集数一个细菌 本车可在324人 集数一个细菌 鞋类 鞋子上有9个洞 为什么还能防水 鞋子上有342个洞 为什么还能防水 肯德基报纸广告 肯德基第35家餐厅 5月28日在某地呱呱诞生 肯德基全球第9000家餐厅 5月28日在某某地呱呱诞生 数值更高的数字 会让文案标题的表达 更具有震撼力 效果也更出彩 你一个好标题 还有很多种方法 比如使用免费 限时等词汇 在标题里直接告诉读者 采取行动的方式 使用具有视觉逻辑的词汇 在标题里提出一项挑战 或者承诺揭露秘密 问题是方法太多了 具体到文案写作时 怎么用 总不能什么方法都拿来一试吧 这就涉及一个选择 和取舍眼光的问题 重点是不要 具尾于方法本身 而是结合产品和品牌特性 打个比方 你卖的是乡土食物 那就不适合使用暴力的标题 也不适合太过于现实的表达 因为消费者想要的是一份情怀 而不是能省多少钱 还有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特点 比如你面对的是文艺青年 令人惊异的 强烈推荐之类的文案标题 这会显得太浮夸 反而不受信任 十种标题写法 一 以问题 为什么请女友吃饭 不能用团购券 现代营销人进阶之路 如何从您开始成为营销技术专家 二 合计性 三 实业干货PPT 史上最深度电商行业分析报告 小鸡蛋保健致病的四大功效 五种食疗法 六大禁忌 三 急迫性 必须看iPhone保养不得不知的五个误区 这样做陈列 圣诞节那天销量肯定增十倍 四 负面性 如果你的简历时辰大海 看看这八个秘籍 关于故宫博物馆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事 五 独家型 Facebook内部员工工作指南 Google程序员薪资泰密 六 专业型 HTM 五 工具片 十个营销人也能轻松使用的在线编辑平台 2014年互联网职场薪酬报告 七 趣味性 当权力的游戏遭遇蠢蠢的死法 连最悲惨的领便单也变得萌萌哒 Instagram上50位KOL晒同款女群照片 裙子迅速受尽 但FTC却说违规了 八 简单速成型 一篇文章读懂营销本质变迁 从广告到SDI 七步教你万传 logo设计 九 福利型 2014年度礼物榜单 献给不会送礼物新人的福利贴 高端职位专场 新媒体和营销类职位 十 具体型 除了TOMS鞋 你还知道哪些one for one的品牌 会跳舞的红绿灯 让等待的时光也美丽的六个创意场景 别浪费任何一个字 这是一个神文案满天飞的时代 因为文案这个职业的门槛 看起来太低了 说话 写字 人人都会 所以我们看到社交平台上 每天都量产许多机制的文案 但是要写出真正的好文案 却很难 文案是容易被小看的职业 同样是说话 同样是写字 有的文案能确实带来销售力 甚至能改变人们的想法和行为 造就某种价值观 有的却在被人感叹一番 是文案之后迅速消失 这其中的区别在哪里 刷小聪明是写不好文案的 真正带来销售力的文案 不是文字的卖弄 而是基于不浪费一个字的言情精神 创作出来的精品 不浪费一个字 并非意味着写更短的文案 而是说文案的每一个字 都必须指向消费者 文案大师西格罗森布拉姆说过 优秀文案要遵守的原则之一 就是不要谈自己 想想那些聊天杀手 十句话里有十句 都是在说自己 说话永远都是以我开头 你愿意和这样的人聊天吗 当然 在聊天的时候 谈论自己的见闻 观点 故事 都是可以的 也是必要的 否则谈话也没必法 再进行下去 问题在于 不要为了谈论而谈论 更不要为了自夸炫耀而谈论 谈论自己 应该是为了这样一些目的 与对方分享 与对方产生碰撞 交流 影响对方 帮助对方 和对方加深了解 增进情谊 无论谈什么 最终目的 都应该指向沟通的对象 文案也是如此 关于如何写出真正的精品 不妨看看文案大师们怎么说 没有所谓的长文案 只有太长的文案 如果不对 两个字的文案 也可能太长 成品书店 搬个家 都能写出这样的文案 卡米尔斯搬家了 马奎斯搬家了 卡尔维诺搬家了 莫内搬家了 宁布兰搬家了 毕卡索搬家了 瑞典 Costa Buddha 橙色玻璃搬家了 英国 Wingwood 古词搬家了 法国 Hate Ludd 咖啡搬家了 金尔 哲 寇 大大小小的娃娃 也跟着人一起搬家了 1995年10月1日 成品 敦南店搬家 读完是不是 新生向往 想跟着书店一起搬家 别害怕写长文案 事实上 大多数文案大师都表示 长文案 比短文案 更有助于销售 当然 这有可能是因为 当消费者有兴趣 将一则长文案读完 说明他对此感兴趣 感兴趣的东西 当然更容易促成购买行动 但长文案的确包含更多信息 更多事实 从而有更多机会说服消费者 另外 读完长文案的过程 也有助于品牌 和消费者建立更牢靠 更深层的连接 使得销售转化率更高 在写文案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以下几个因素 来决定文案的长短 产品 首先考虑产品 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提供的事实或信息 有助于说服消费者购买 比如汽车 书 软件 保险等产品 就有很多值得一说的特色或功效 但类似饮料 糖果 任用品等 就没有那么多可说的内容 用户 忙碌的商人或上班族 通常没有耐心阅读长文案 而闲下时间较多的消费者 如主妇 退休人士 就比较能够接受长文案 所以要根据用户 来制定具体的文案策略 目的 如果你的目的 是用来筛选潜在消费者 那就没有必要写长文案 因为接下来 你还有机会进一步提供信息 如果目的是要求购买 那就应该在文案中给出足够多的信息 价格 通常来讲 价格越昂贵的商品 所需的文案越长 因为长文案能够为产品建立起更多的价值 这样会让消费者觉得价值和价格相符 重要性 对消费者而言十分必要的产品 文案可以短一些 反过来 非必需品 更适合写长文案 熟悉度 消费者对产品已经有一定的熟悉度 文案就没必要写得在场 不必在乎太长太短 如果你的文案可以用一句话写完 那么就别写太多 如果打算写一则长文案 那就一定要写好 除了标题之外 第一段文字尤其要抓人眼球 一故事开头 效果会更好 或者你也可以用一句对话 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描述开头 不然也可以写一个提起 令人惊讶的事实 要是在你开头习这种废话 旅游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乐事 那还是及早收手 不要再继续写下去了 试着想一想 假如店里的推销人员来跟你讲这句话 你是不是认为他有毛病 文案开头也是一样 不要把文案当作作文来写 以下是经过验证和总结的九种方法 你可以根据这些方法 开始写正文 继续阐述标题你提到的内容 提出一个问题 你用权威人士的话 向读者提出一个挑战 比如我希望你做一件事开头 以一个有悬念的故事开头 提起其他人的说法 像记者写新闻报道那样 新闻案的开头 直接跟读者进行个人化的交流 比如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作为开场白 使用充满硬活性的短剧 如难道你不痛恨他吗 他让我恶心等等 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创意 还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开头 这个广告是关于如何 然后把这几个字去掉 只保留后面的部分 这是为了确保文案 直接进入正文 杜绝东拉西扯的废话 注意 第一段要尽量短 而且第一段的句子 也要尽量使用短句 不要重复使用标题的内容 也不要说另一个 和标题完成不同的卖点 长文案要尽量写得通俗易懂 并非迎合大众 记住 你要告诉读者的是 他们不知道的信息 而不是重复他们所知道的 要尽量使用正规的语句来表达 玩文字游戏 可以在短文案或标题里玩 但长文案里 别来这一套 这会增加阅读障碍 另外 用词要简洁 比如你用了火炬这个词 就不必再用红色去形容它 这样不仅多余 而且会让读者 产生没有必要的联想 优秀的文案 眼前一封 多一个字都嫌多 比如红牛的文案 红牛给你翅膀 这是这句文案 奠定了红牛品牌 在欧美的市场定位 当然 后来红牛因为这句文案 在美国被告欺诈 那是另一回事 这只能说明 美国人民很较真 法治意识 以及武装到了牙齿 但就品牌推广而言 的确没有比这更适合 全是红牛品牌 内涵的文案 它既能表现 喝完之后的爽快 以及补充鼎力的功能诉求 又能呈现更深层次的意义 激发潜力 成就人生 捷报的文案 也是如此 Don't dream it Drive it 告别梦想 尽情吃诚 英文原版 比翻译过来的版本更好 召唤人们不是只要做梦 而是要付出行动 Drive 这个词 既有架势的意思 契合产品 又蕴含着一种 驾驭人生的生意 严谨一封的文案怎么写 请参照这个方法 让你的文案 与世界 人生 产生关联 激发读者的想象 这样就能够用 更简洁的文字 表达更丰富的内涵 比如像联想这样写 人类失去联想 世界将会怎样 依据这样的步骤来写 产品功能诉求点 加消费者利益点 提炼主题 发散思维 深化主题 要知道 文案最深的含义 不是来自己听说了的 而是没说的 看看这则 阿迪达斯的广告 Impossible is nothing 只有这一句 其余什么也不必说了 写文案 把话说满是一种忌讳 表意要清晰 不能模糊 但太清晰 会显得索然无味 在清晰和模糊之间 保持点微妙平衡 像阿迪达斯这样 用画面讲故事 然后用文案点睛 意思很明白 但有意味深长 这就是模糊的清晰 要让文案意味深长 有时候玩个文字游戏 也能做到 比如小米发布会 倒计时文案 如蝉翼 有来头 若红毛 不同凡 洗灵门 刀斩马 操胜券 这些文案 会让人在第一眼看到时 就自动填充这些四字 成语缺失的部分 薄如蝉翼 大有来头 轻弱红毛 不同凡响 双洗灵门 快刀斩乱马 稳操胜券 没有说出来的部分 正是这些海报文案 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 水无常行 文案之道也是一样 顶尖的文案大师们 在教人如何写文案时 常常会说 如果你发现自己 已经发展出一套 文案创意哲学 那么你的成长 也已完结 优秀的文案 并没有不变的模式 即使你写出了一句 符合上书标准的文案 也要时刻准备打破 既定模式 寻找更好的表达 记住 文案不是文学作品 越老越经典 血潮是变化的 永远不要满足现状 十年前消费者 都买账的文案 放在今天 很可能 一五是出 要写出真正的 不浪费文字的精品 就不要关起门血 要去看同类产品 看你的竞争对手 怎么做 比如 美国安菲市租车公司的文案 安菲市在租车市场上 只排第二 但为什么要选择我们 排第二是事实 当时租车市场的老大 是大众汽车 安菲市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 设计出一套 与大众汽车 完全相反的文案策略 大众说自己是老大 安菲市就甘居第二 大众的广告配图大 文字小 安菲市就使用小配图 大号字 大众说自己用户众多 安菲市就告诉用户 我们这里人少 来租车 不用排队 甚至为了和大众汽车 对着干 安菲市的平面广告中 连商标都没有印上去 结果这一文案策略 取得巨大成功 选择安菲市的用户 越来越多 除了看竞争对手 写文案之前 你还可以先去看看画展 听听音乐会 看电影 看舞台剧 更重要的是 去看人 文案不是苦思迷想出来的 要保持和真实生活 和人类的联系 这样写出来的文案 才有可能会打动别人 在着手写一份文案的时候 顶尖的大师们 会如何入手 你会发现每个人的准备工作 和切入点都不一样 但有一个共同点是 避免将文案写成一种创作 文案要做的是 不耽误产品 不掩盖产品 而不是说你想说的话 除非你有太多的东西要说 否则绝对不要开始写文案 写文案的过程是这样的 收集 去收集资料 了解产品 找和产品相关的人 去多聊 文案工作是发现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人拼命想点子 拒绝 在写之前先思考 将所有收集到的东西 在脑子里混合 搅拌 抛开 不要着着 动笔 尤其是遇到思考的瓶颈时 不妨先抛开眼前的事 先去做点别的事 比如逛逛书店 看看电影 和朋友聊天 或者看看别人写的文案 等等 涌出 当你将一切都装进脑子里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 您该涌出了 要确保当你动笔时 脑子里的东西 已经沉淀下来了 检验 写完之后 不要自我陶醉 用理性的态度 和方法来反思 写文案不是一处而就的事情 在你打算将写好的文案 交给客户之前 先问自己这十个问题 并居此对文案 进行反复的删改 也确保你写下的文案 没有浪费的 多余的部分 这份文案是否落实了标题 所做的承诺 这份文案有趣吗 这份文案容易读懂吗 这份文案具有可信度吗 这份文案有说服力吗 这份文案够明确具体吗 这份文案够简洁吗 这份文案跟商品紧密连结吗 这份文案的节奏够流畅吗 这份文案是否能够鼓励读者 实际购买 我们之间就有一个字 2015年1月 大众点评一则 我们之间就有一个字的 HU文案刷跑朋友圈 人与人之间的情分 言之不尽 感知不迷 不如一字一道之 整个文案采用灰 白黑色的背景 有繁体字书写 全部九张页面 每个页面都有一个 GIF格式的字出现 分别是 金 本 倩 梦 日 明 拼 赞 和句 然后页面下方配一段解释性的文字 金不换 急功精灵的年月 人人忙着做表面文章 又平和证明 真情可待 攀明富贵者 只能看到你的过去 于现在 唯有慧眼忠心的友人 才千金不换的相信 按入完时的你 迟早会发光 本 本能心 你摇身一遍 我判若两人 你金非细笔 我脱胎换骨 时光与际遇 只将我们改头换面 但所谓朋友 不就是清楚你所有改变 了解你所有不变 把你根本看透了 还愿与你相处的人吗 欠 欠难解 朋友之间别谈欠 这是我们心智肚明的底线 可只有真朋友 才会抢在你旗帜之前 先与你伸手之际 比你还急着 解你的燃眉之急 越过这条线 那连本带利还不完的 永远是情义 梦 梦记者 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 才有实现的价值 而听见后 从不嘲笑你的人 才是最懂你的知音 也许梦想 早就被包装成 最庸俗的广告与欲望 但仍想感谢你 黑暗中 帮我点亮他的朋友 日 日照星 艳阳高照的大路上 从来不缺同行客 风雨患难的小路中 向来难寻追随的 这些年 那些阳光照不到 却依旧能感到温暖的地方 正是你陪我 走过的一条路 彭 彭佩友 陪我喜怒哀乐 疯狂痴狂 陪我 心衰融入 脊落浮尘 多年来 心甘情愿 坐我的绿叶 垃圾桶 听灯泡 或温团 救生队 心里早就明白 你我都是各自人生的主演 可是难受的并非舞台 而是一辈子陪我配戏的你 拼 拼便行 吃饭你没空 唱K你加班 电话接通 永远在开会 你帮忙写在脸上 让每个人见了 都敬而远之 大家都等着你 看能否拼出一个未来 而死党们更在意你 拼出了荣华富贵 还是能变回原来 赞 赞无用 你一边抱怨自己没有朋友 一边又为朋友圈多出的每个赞 积极回应 心里却念着那个从不点赞 只对你直言嬉笑的家伙 当他好处 只有我能骂你 其他人都不准时 这样的损友 赞带多也不够 句 句一句 说了这么多 念了这么久 每到岁末年初 还是会想起那些走远的 走散的 说见就能见的 和或许很难再见的朋友们 如果你也恰好看到了这个字 那就让我们再聚一回吧 我想你了 这次文案出来之后 立刻有一大笔品牌跟进 纷纷加入一个字的品牌 本性回归之举 比起往日的文案大战 这一次品牌集体文案创作 显得非常走心 因为他试图用精准的文案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品牌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会是什么字 breve日子 试图中 没